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敦促美國對警察濫用職權的情況進行調查 同時由於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在密蘇利州槍殺 未有攜帶武器的黑人青年報廊的白人警察抗議活動仍在繼續 禁止酷刑委員會星期五發表一份報告說 委員會對很多有關警察私暴和武力使用過度的報道感到擔心 特別是針對少數族裔的暴行 報告稱警察向未有攜帶武器的黑人開槍或追殺是經常和頻繁發生的 委員會的10名獨立專家之一莫德維說 美國官員未有提供與這些有關指控的數據 亦沒有透露他們是如何進行調查和起訴的 這是自2006年以來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第一次審議美國的情況 該委員會負責定期審議156個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第一次審議 委員會負責任期審議156個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條約國家的情況 委員會負責任期審議156個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條約國家的情況